明成哥 我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 我打算出院了 那我去给你办出院手续 办好手续 我再送你回去 不用了 我已经够麻烦你的了 我现在身体没有大碍 我自己一个人回去就行了 顾明成看出了沈志义的坚持 没有再强求 那行 你回去的时候 小心点 沈志义点点头 沈志义走出医院大楼 天空不知何时 飘起了飞飞的细雨 匆匆来了路边的一辆出租车 身后楼顶的病房内 顾明成站在窗户前 看着沈志义的身影 彻底的消失在视线 他拿出手机 拨出了一个号码 人还在你那里 宋正伯不会骗他 可沈志义又说人在沈家 为什么会骗他呢 他没有理由不跟他求助 还是说 他已经做了什么决定 怎么后悔了 没有 一切按照原来计划就行了 但是你要答应我 无论如何 都不要伤害真意 宋正伯倾笑了一声 这么多年 我都替你不值 你碰在心里的吧 在傅家过的 可是水上火热的日子 顾明成又何尝不明白 这几年傅少臣 从未听过的绯闻 对沈志义来说 是一种多么痛苦的羞辱 以后不会了 这件事情结束了 志义跟傅家就没有任何关系 你的选择是对的 只要这样 你的心上人才会死心的彻底 只要我不说 沈志义也就不会知道 是你将他的妈妈送到了我的身边 我只要我想要的 其他的全都不在乎 沈志义特地找了家偏僻的医院 他不想再造出什么事端 只想赶快结束这一切 手术室的灯亮的晃眼 他撑着身子躺上去 手臂上传来一阵刺痛 麻醉药缓缓地注入了他的身体 沈志义沉沉地闭上了眼睛 在意识丧失的最后一刻 他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 如果一切可以重来 则一定不要哀哨父少臣 无边无际的黑暗 淹没了他心里的声音 也淹没了他 昏沉的脑袋渐渐清晰 耳边的嘈杂声越来越清晰 沈志义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下意识地想站起来 才发现手脚都被绑着 无法动感 他明明是在医院 怎么会在这儿 这儿又是哪儿呢 他眉头一米 扶上小腹 肚子还是微龙的状态 他的孩子 他的孩子还在 站在他毫无头绪之时 直压一声 门开了 沈志义顺着声音看过去 那抹身影就站在光亮中 格外的妖娆漫妙 沈志义怎么都想不到 这个人会是苏婉容 怎么 看到我能站起来 这么惊讶 是不是希望我永远都坐在轮椅上 站不起来才好啊 沈志义 嘴角抽了抽 这是哪儿 苏婉容漫不经心地笑了笑 死到临头了 就算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哪里 又能怎么样 你现在已经站起来了 你的人生也可以重新开始 何必因为我而毁了自己的人生呢 重新开始 只要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 我的人生就不能重新开始 为什么 我这么努力 少臣还是选了你 沈志义冷笑了一声 苏婉容 如果论敌人 我在你的心里 应该排不上号吧 开什么玩笑 傅少臣何时选过他 沈志义你不用得了便宜还卖怪 苏婉容的情绪突然非常激动 他在别墅苦苦等了那么久 傅少臣回来看都没看他一眼 都是因为沈志义 如果不是沈志义 傅太太的位置就是他的 何必自取其辱 怀了苏续关的孩子 那对于他来说 是何其大的耻辱 要不是你 我不会沦落到如今这个地步 所以你该死 是我也不会那么轻易地就让你死 魔光一转 沈志义道 苏婉容 我和傅少臣离婚了 从此以后 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与其有这个时间 还不如多花点心思 在傅少臣的身上 苏婉容文言 你永显遗愣 离婚 是啊 深知一点点头 你没有看到封城铺天盖地的新闻吗 如今在傅少臣身边另有吉人 所以我现在对你也够不成威胁 不如放了我 这件事情就到没有发生过 我也会彻底离开这儿的 傅少臣永远都不缺绯闻 苏婉容从来没有将那些女人放在眼里过 他知道傅少臣的心里另有吉人 是眼前这个让他憎恶的女人无疑 这个时候沈志义说他和傅少臣离婚了 是不是他可以不用冒这个险了 你真的会离开方城 真的 谁先年年也看到了 我不过是一个名存实亡的傅太太 根本得不到傅少臣的真心 我累了 也不想再继续了 苏婉容内心动摇 刚想说什么 电话铃声突然响了 他低头看了眼来电 眉头皱了皱 走了出去 门外的走廊尽头 站着寒可危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我做了什么 你是不是想放他走 你不说话就是默认了 沈志义的话你也相信 他之前答应了 从盛托李妮回来就离开 现在不还是在这里吗 可是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和傅少臣离婚 现在他们离婚了 你知道我等这个机会等了多久吗 说不定 不过是沈志义骗你放过他的把戏 离婚这么大的事情 你看傅家发声明了吗 苏婉容回了沈 离婚这件事我会去查清楚的 说完就大步的走了 韩可危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都出现在这里了 傅太太还不明白什么意思 若是韩可危一个人出现在这儿 这一通闹剧只是苏婉容为了扫除他这个障碍 可现在多了一个韩可危 恐怕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 心里的那个猜测越来越大 事到如今难道你还看不明白吗 你真的觉得你一次又一次让傅家陷入难堪的境地 可以就这么算了 否则宋正伯也不会现在恨不得将傅家的人除之而后快 韩可危的话 一字一句都在击垮沈志义最后的一丝希望 他原本以为爱上不爱自己的人是最痛苦的 现在想来被自己心爱这人逼上了死路 才是最痛苦的 他拧了敏唇 好歹我也算是傅少琛明媚正确的妻子 没必要做的正确吧 如果我今天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 对傅家来说影响也不好 怪了我这样一个人 让整个傅家陷入不力 岂不是得不偿失 到了这个地步 你还在为整个傅家着想 真是让人感动 可是如果当初你能按照计划 从圣托里尼参加完节目回来 乖乖离开傅家 也不会沦落到如今的地步 韩秘书 我并非想要毁约 只是我妈失踪才回来的 这个重要吗 你觉得傅家会在乎这个 韩可威的声音很轻 却如同一剂炸药 在沈志义的脑中 轰然炸开 是的 傅家不在乎 如果在乎 在沈志义去求傅少琛的时候 她不会那么坚定地拒绝她 说吧 这次又要求我什么 我求过你一次 沈志义摇了摇头 听上我滚 我只好打掉肚子里的孩子 你又让全封城所有的医院不给我做手术 如一所见 你成功地把我逼上了绝路 傅少琛眸光微动 心底涌上来的烦躁让她不安 这么想打掉这个孩子 战火 迫不及待地离开封城 没想到 沈志义要离开自己 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 傅少琛就近乎抓狂 站起来 很快走到沈志义的面前 修成的胳膊抬起 掐在沈志义的下巴 当您用手段嫁入傅家 扣着傅太太的身份 和别的男人在一起的时候 就该想到这么一天 怎么 狼狈从傅家离开的日子不好说吧 再求我一次 说不定我大发善心 就让你回傅家 傅家不缺傅太太 但却一条坑门的狗 沈志义被迫对上 她布着点点森寒的毛子 是啊 一切都是她自作自受 她有什么好说的 如果她没有爱上她 这些年这么多苦 她都可以不用承受 不管怎样 我们现在离婚了 当手续办完 就彻底不会有关系了 你不肯帮我 我不强求你 傅少琛 从现在开始 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 守住对于我来说 最珍贵的东西 腹部有了疼痛的迹象 且越来越剧烈 沈志义的心 却越来越平静